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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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她貌似感冒,但又不是感冒 很容易被忽視 但流感大给大家的危害 就远远大于感冒 司徒两夫妻原本计划 星期六带妈妈去重发自駕油 但妈妈突然发烧 唯有立即送她去医院 结果一到医院就直接入了ICU 令司徒无比后悔 原来几日前 司徒妈妈由于年事已高 抵抗力差 去家市买完送回来就开始感冒 当时司徒妈妈并没有为意 觉得不是什么大病 结果一直当普通感冒来医 吃了一些感冒药就自己顶住 而司徒两夫妻由于工作繁忙 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 慢慢想不到妈妈的感冒发烧 会导致要进入ICU病房 现在司徒觉得又徬徨又后悔 看完短片之后 各位老人家真的要小心 因为牵一发而动传身 流感这件事真的不能讲得少 是吗?阿鸿野 你特别要注意身体 其实流感和感冒 这个时候我们自己都搞不清 不过粗体一下 是不是应该流行的传染人 强的叫流感 蔡榮姐 你这样问我 老师那样 你说吧 如果个人的预防流感 我就很有一个 经验 法宝 法宝就是怎样 就是用我家煮醋 不是 因为你每次上天梯 或者大庭广众 突然之间你不知道 哪个人会打个乞丝 那个时间麻烦了 是的 因为我很喜欢戴颈巾 一见有人打乞丝 我就 先掩住鼻子 那是不是没有了 就是说那个防备性已经是有一个 这个散了栋梅 没错 真的 丁帆你又是怎样去预防这个流感的呢 成绩万物一个收行 对不对 像很多疾病啊都很容易发生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勤快地一些去注意卫生 然后呢平时多喝水 多吃一些水果 然后呢加强一些锻炼啊等等 看来三位嘉宾对预防流感都有自己的心得 但他们的方法有没有效呢 立刻请出本期专家 中山大学先日签纪念医院内科主任 李建国教授 告诉大家知正确的预防流感方法 三位讲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首先我们这个流感作为一个传染病 预防呢是从三个环节来控制 第一个环节呢就是传染源 比如说得了流感的病人 他应该呢自己呢就是带口包 就是磕瘦打喷嚏的时候呢 最好拿手泼 或者说是纸巾 就是盖一盖嘴巴和鼻子 这个减少这个病毒的传播 这个是从传染源这个角度来控制 做一个文明人 对对对 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 所以说多开窗通风 这个如果是和这个流感的病人 接触讲话的时候呢 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 多多多远呢 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讲 讲话的这个流感的 飞沫传播途径呢 不超过两米 两米 讲话两米你保持两米的距离 磕瘦打喷嚏 那两米的距离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我们讲科斯科打喷嚏 这种它排出来的病毒量更大 因为科斯科打喷嚏 它排出来的是 刺管下呼吸道的也是分泌物 所以这个下呼吸道的分泌物 病毒的含量更高 而且呢这个传播的距离更远 它我们形容这个打喷嚏 科斯科的这个飞沫的这个速度 可以达到子弹飞机的速度 在一秒钟之内 可以喷到六米以外的地方 所以说为什么讲 打喷嚏科斯的时候 要叫病人捂一捂鼻子嘴巴 也就是它这个传播的距离会更远 当然其实能不能经过空气传播呢 目前呢就是有些争议 比如说很小的微粒 如果是这个房间空间很灭壁 又不通风 这个微粒可能会漂浮在空中 那健康人进到这个含有病毒的这个空间呢 就有可能会感染上这个流感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从我们遗感者这个途径 就是我们普通的一般的 没有得流感的人这个环境来说呢 就是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啊 多喝水啊 休息好啊 包括不要多吃煎炸的东西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多一点运动 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这样也是预防流感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 最容易得流感的是哪些人群呢 是不是老人家或者红野 那是特别容易得的 确实是老人和小朋友呢 更加容易得流感 一方面呢就是小朋友呢 抵抗力比较低 特别是六个月以下的小朋友 他自己呢 还不能产生抗体 母亲呢 给他的抗体呢 他也消耗完了 第一个 第二个老人家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老人家 他的免疫力抵抗力也是低的 另外呢就是老人家常常 可能合并有多种疾病啊 高血癌病啊 心脏病啊 糖尿病啊 等等 关心病 那由于有喝病了这一类的疾病 所以他呢 更容易得到流感 而且得到流感呢 常常病情更加为重 甚至呢 造成一定的很大的一个伤害 李教授 有些人呢 流感和感冒真的很难区分的 有些人呢 随便感冒 自己拍个院就算了 OK 但殊不知 原来是流感来的 那到底这个感冒和流感 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首先它的病原体不一样 它导致流感呢 我们叫做流感病毒 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病毒 致病率比较强的 对病人伤害比较大的 那引起感冒的病毒呢 叫做普通感冒病毒 就是我们讲的 冠状病毒啦 鼻病毒啦 负流感病毒啦 那治医力的病毒呢 它致病率比较弱 所以引起的症状也比较轻 所以这两个呢 从症状上来讲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比如说流感的病人 我们叫做 以全身中毒症状为主 那什么叫做全身中毒症状呢 就是这个病人会发高烧 体温会超过39度以上 另外呢 就是他的全身的肌肉啊 关节啊 骨头啊 疼痛特别明显 呼吸道的症状 比如说是鼻塞 流鼻水 打喷嚏 我们叫做呼吸道的卡塌症状 这里的症状呢 反而比较轻微 所以它主要是 全身中毒症状 尤其是发高烧 体温常常超过39度 但是反过来 普通感冒的 它的症状呢 比较轻微 它一般的来说 不会发高烧 最多呢 也就是低烧 38度左右 一般不会超过 38度5的 但是它的卡塌症状呢 比如说B3 流鼻涕 打喷嚏 有的病人 有些喉咙痛 喉咙痒 那这一类的症状呢 比较明显 所以这两个症状呢 不一样 如果是一般的来说 超过39度以上 高烧的病人 常常是流感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我们现在科学发展了 对流感和普通感冒的鉴别呢 就是有更好的方法 那就是比较专业的 比如说我们取个咽试纸 做一个核酸的检查 那这是最准确的 当然一般的医生 通过它的症状 它判断的准确率 也能达到80%左右 嗯 没错了 那么经过你教授 这样的讲解 我们真的明白了 就是说如果你发热 发高烧 全身疼痛 然后很累 哎呀 分分钟你可能 就会得流感的 那么当然了 我们都想知道 哎呀 这个流感是 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流感就是我们讲 流感病毒 但流感病毒 还有很多种种类 我们前一段时间 比较常见的就是 H1N1流感病毒 那当然实际上你说 是H1N1 H7N9 这类的呢 也是属于流感病毒 当然它发生了一些变异了 那李教授 我想问一下 在我们南方 其实什么季节 这些 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禽流感 或者是流感病毒 这些是会 在哪个季节出现得最多 这个南方的刺客 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流感的耗发季节呢 南方和北方是不太一样的 北方呢 主要是东春季节 流感比较高发 但是在南方呢 有两个高峰 一个高峰呢 就是东春季节 从12月份到3、4月份 这段时间 是一个流感的高发季节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时间段 也是流感的一个 耗发的季节 就是7到9月份 是另一个小高峰 流感啊 它的持续时间 有多长度啊 这个呢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当然一般呢 如果是年纪比较轻的 抵抗力比较好的 没有基础疾病的 也没有发生 其他并发症的一个流感呢 可能5到7天 就可以恢复了 当然如果是这个病人呢 抵抗力比较差 比如说老年人 婴幼儿 或者说是有基础疾病的 比如说他有糖尿病啊 又有高血 过瘾性病啊 或者甚至有脑中风啊 那这样的病人 或者说是喝病了 一直严重的病发症了 那这个病症就比较长了 那很难说 甚至这个病人要住院 甚至严重病人要进ICU 所以说7天 14天 一个月 都有可能 好 刚才听到我们的李教授说的一些介绍之后 所以老人家 红爺 特指 特别是要留下身体健康的 因为你万一真的得到流感之后 很麻烦 会引起一系列的慢性病 病发症 对了 搞到老人家的身体非常痛苦 这些病发症还真是可大可小的 我现在来考考三位嘉宾 接下来进入健康问题 考考你的环节 考考大家 流感会引起哪些病发症 A.中义炎 B.心肌炎 C.脑炎 B.腎炎 E.肺炎 F.腸炎 脑炎、肺炎 那些就会对流感会 引起病发症 对,会变成病发症 中义炎会不会 中义炎如果太厉害 有可能的 鼻歌你经常要伸鼻涕 起码连鱼仔 五官都会的 中义炎 中义炎 心肌炎呢 心肌炎 好像有点不辣 对了,没什么辣 肾炎更加不辣 好了,我们来听听李教授 来正确地分析一下 到底会病发哪种炎症 因为这个流感 它本身患病期间抵抗的也是低的 它也可以制发很多氏菌感染 所以也可以制发氏菌性脑母脑炎 氏菌性中乳炎 当然就是流感本身也可以清翻肺炎 是流感病毒性的肺炎 当然流感病毒以后次 它也可以制发氏菌性的 比如说流感受血感菌 肺炎求菌的肺炎 所以说这个流感的病发症 往往是很多的 不单就像这个呼吸道 可以引致神经系统的 脑母脑炎脑炎 引致中乳炎 甚至引致生炎心脂炎 这是都可以的 听完李教授这么说 老人家真的要注意 因为这些病发症 就是万一得了 很麻烦的 我们都会担心 是不是说年纪越大 好像红爷 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得 而反而好像丁凡 那么年轻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病发症 只是普通流感 是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年质大抵抗力低 对了流感病情很重 比较重一点 另外就是 年纪大的病人 他常常本身就喝病 也是基础疾病 比如说他可能有糖尿病 肾脏的疾病 或者说是有脑中风 或者喝病哮喘 慢煮飞 因为他喝病这些疾病 所以一得了流感 这些疾病 同时都会加重的 所以说这个老年人 如果得了流感 更加容易出现 其他的系统的病发症 病情更加严重 最后可能会死亡的也越高 如果一个不幸的得了病发症 那病人怎么办呢 得了病发症 也要看你的轻重 如果得了重症的肺炎 甚至我们讲的 激性呼吸菌 比综合症的 那肯定就要去医院 那这样的病人 甚至要去ICU 甚至要上呼吸纸的 如果喝病心肢炎 或者引起了肾炎 那这是严重的病发症 那是一定要注意隔离治疗的 如果一旦 家人有到流感 我们应该如何和它处理 原来流感病毒 会引起这么多种病发症 尤其老人家要特别注意 一旦感染 后果会十分严重 下一节回来 李主任将会教大家 生活中如何预防流感 家庭成员如何保护小朋友 不受流感侵害 内容精彩,敬请期待 广州仁爱医院 白日快运计划提供 夫妻同志一人免费 道仁爱 怀孕快 四个二 四个九 凤十骨病 筋骨疼痛 神虚腰酸 皮胃虚寒 红毛药酒 每日两淡 药酒治病 选红毛 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 中华老字号 美来真美十分 亚洲专业注射医师团队 注射除皱 肌肤紧致年轻 无创塑形 重塑完美五官 美来大无创 美丽欲见未来 美来医学美容 作为营养师和妈妈 我总是知道 比BB更好的 我推荐着潮超级能因三 適度水解蛋白 降低牛奶蛋白自民性 比BB更多一层保护 着潮超级能因三 广州仁爱医院 白日快孕计划提供 夫妻同志一人免费 道仁爱怀孕快 四个二 四个九 这么多油在身上 就这油 恭喜半天 试试太子 洗衣液 不行吧 娶我很慢 给我一分钟 这么多就放了 洗衣液也可以洗得这么干净 一分钟起下 太子洁净 做一步 美来大无创 美丽欲见未来 美来医学美容 小天 你这招是什么招 快消化十八招 肚皮股 快消八 就这招 伊利每一天 三百亿护性鱼酸菌 加膳食纤维 就好像被长度禁了拜俊见 快消化 伊利每一天 如果一旦 家人 有了流感 我们应该是要 怎样 和他处理 这个要根据 病人本身的情况 我们讲的 如果是年质比较大的老年人 又何必有很多基础疾病的 那应该是尽快就医 必要的时候 还尽快的隔离治疗 但如果是抵抗力比较好的 这个年质轻的 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 那病情不是很重的 还是能够进食各方面都好的 那可以在家里面 相递的一个隔离治疗 那这样呢 就是我们平时呢 要鼓励他戴口罩 另外呢 就是他咳嗽 打喷嚏的时候 拿这个口罩啊 或者说是拿这个纸巾啊 手破啊 我如果可逼 减少他的这个分泌窝 病毒的分泌窝的一个排出 那减少家庭成员的一个传播 当然我们家里 家庭成员呢 也尽量的要勤尸手 多点尸手 因为这个病人 他经常会自己摸摸那一摸摸 那你再去摸一下 那个东西呢 有可能就引致传播了 那再一个呢 就是胡来讲话的时候 那保持良美左右的一个距离 那这样比较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也要注意 这个经常的打开窗子 通风 让这个病毒呢 其实很快的就是死死 这样呢 也可以减少了一个传播 这个流感就是病毒性的感冒嘛 那因为病毒呢 它是会变异的 那每一年它新的病毒 那我们需要研制出 能够治这个病毒的 那它是需要一段的时间 那所以我们说 就是说有新的病毒出来呢 都会造成可能有段时间 会有些人会失去生命的 这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常常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流感呢 就是每年的流行的这个菌株 都有可能不一样的 今年是H7N1 那明年有可能是另一个菌株 这流感病毒 它的这个变异还是很快的 有的变异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它每年的流感育苗呢 它都是根据当年流行的这个菌株 来制作出来的 当然现在育苗的颜值也是很成熟 很快就可以把这个新分离到的这个病毒 把它的这个结构搞清楚 制作出来的这个相低音的这个育苗 但是它这个呢 怎么样也是伺候一点的 那如果在这个流感育苗 还没有研制出来之前 那我们流感的治疗呢 还是按照要按照常规 注意一定要休息 一定要这个多喝水 重症的病人甚至要住院 另外呢就是流感的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呢 还是尽早的使用 总之就有一句说话 千万不要当流感是流的 就是你轻视了它 你分分钟可能的命就不保了 所以无论是老人家 还是小朋友呢 都是要重视的 那当然的了 那与其就去治疗吧 不如我们提早去预防 会更加好一点的 接下来 又到了健康问题考考你的环节 以下哪些方式可以预防流感呢 A.抗病毒口服役 B.疫苗 C.补充维生素C D.抗生素 其实这个问题 我搞成是预防 抗生素是治疗的 那我们现在要预防疫苗 如果研制出来的疫苗 是好的 但是因为疫苗 它每年都变种 可能有了新的变种 疫苗未出的时候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是抗病毒口服役 我觉得是抗病毒口服役 加上一些维生素 对了 究竟是行不行 行不行呢 要问一下李教授先 好 我们嘉宾还是很有水平 但是呢 也存在到一些误区 那首先我特别要强调呢 就是抗生素 它是抗 一般来说 它是抗氏菌的 不是抗病毒的 所以无论是预防也好 还是治疗也好 都不应该用抗生素 所以说抗生素不能用于治疗流感感冒 它这是一个抗氏菌 如果是氏菌后期 流感的病状后期 并发了氏菌感染了 氏菌性的中瓦炎 氏菌性的肺炎 那才是需要抗生素治疗 但是这个一定要有明确的指针 抗生素不能随便用 用了以后 不单是制止不力 而且呢 它最主要的引起这个氏菌的耐药 真正的到了你氏菌感染的时候 以后氏菌耐药了 那变成无药可用了 所以说是我们激励反地 用抗生素来治疗流感也好 感冒也好 也激励更加反地 用抗生素来治疗这个感冒 来预防感冒 当然现在也很多 确实是一般的人 很多存在着一个误区 有一点发烧 有一点咳嗽 马上就给它用 自己给它吃了抗生素 家里边有抗生素先吃上 没有抗生素 他也去买抗生素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现象 希望就是这个现象能够改善 第二个就是 维生素C预防流感 也是一个误区来的 因为提出来 维生素C预防感冒 因为是一个美国的科学家 他曾经得过两次诺比奥奖 他自己每天吃三颗维生素C 认为它可以预防感冒 但实际上后期的很多研究 认为维生素C 并不能预防感冒 更加不能预防流感 所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误区 那第三个也讲到这个 抗冰多可服液 那抗冰多可服液呢 就我们前面提到了 如果得了流感也好 感冒也好 作为一个辅助治疗 来治疗这个流感感冒 我们不反对 但是呢 凡是药物 都有它的副作用 不管你是中药 还是西药也好 也就是凡药三分毒 所有清热的药物 它对胃肠道都不好的 所以说我们不主张呢 就是用药物来预防流感 所以包括就是中药 抗冰多可服液 这个不主张用它来预防 当然其他的就是 你说是疫苗 那是预防流感 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现在呢 很多小朋友呢 打那些疫苗 我们老人家 可不可以打呢 那打人说 需要打那些 什么流感的疫苗呢 实际上呢 老人家的抵抗力低 等于流感 到了流感以后呢 常常病情更加严重 所以治疗的代价也更高 成本也更大 所以说老人家更需要打疫苗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叫流感疫苗 提前在65岁以上的老人家打 更需要打 当然如果在流行之间 你说是年轻人也应该打 但是老人家 那是更需要打疫苗 来预防流感 那我再问多个问题 打了疫苗 是不是真的 确保它不得流感呢 还是不得感冒呢 流感和感冒 还是两回事 打了流感疫苗 肯定不能预防感冒的 但是可以预防 有感冒 但流感一定不得不到 可以预防流感 肯定的 对 除非它病毒有病疫 是目前预防最好的 预防流感最好的方 李教授 我想问一下就是 通过我们三位嘉宾 他们其实对于这个疫苗 其实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我也知道流感在医学里面 有一个保护圈的概念 那么其实可不可以 和我们介绍一下呢 讲一讲 保护圈这个概念呢 最早是 美国预防接种委员会 它提出来的 它主要是针对家里边 有六个月以下的 有阴幼痒 阴幼痒呢 它不能接种流感疫苗 但是呢 它又常常呢 很容易感染流感 一旦感染流感呢 病情又很重 所以说怎么样保护 六个月以下的阴幼痒呢 那它提出来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凡是有可能 和这个阴幼痒接触到的人 包括它的父母 爷爷奶奶 保姆 幼姻缘等等 凡是有可能 和它接触到的 都应该接种流感疫苗 接种疫苗 这样呢就是 防止它周围的人呢 都流感 把流感传染给这个小朋友 那这样呢就是 好像一个残宝宝一样的 它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这样呢就是 这个阴幼痒呢 都流感的机会 就大大的减少了 所以这个叫做 保护圈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会 对 一个呢就是 六个月以下的阴幼痒呢 它母体给它的抗体呢 它消耗完了 因为抗体它有一定的半衰期嘛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它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 还是个阴幼痒嘛 它自己呢 还不能产生抗体 所以说 它这个时候呢 抵抗力是特别低 所以特别容易感染这个流感 是的 那其实下面还有一个 可能 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呢 如果小孩在疫苗使用当中 家长可能听过 叫做一个 B型流感嗜血干菌 这个病毒 是不是跟流感的病毒 是一样的 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也有一定的联系 那一个最大的区别呢 这个流感失去感菌 它是一个氏菌 氏菌或病毒呢 从维生化小孩来讲呢 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 它的生长的方式 表现的形式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它的治疗上面 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是吧 我们前面讲的抗生素 那就是整体这个流感失去感菌的了 那抗病毒药物 那它整体呢 就是流感病毒的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概念不一样 当然它也有些联系 流感以后 后期的并发症里边呢 这是自发的氏菌感染 那流感失去感菌呢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氏菌 它可以引致中脑炎 可以引致脑膜炎 甚至引致肺炎 这叫流感失去感菌肺炎 它是后期的自发感染 所以它和流感病毒呢 为什么 本质上是有区别 它的联系呢 就是它后期流感的病人 自发感染 可能会自发流感失去感菌的 一个氏菌感染 BB出生以后 是不是就应该注射这种疫苗呢 流感失去感菌疫苗呢 一般来说 还是比较安全的 出生两个月以后呢 就可以接种 而且呢 就是它的预防流感失去感菌的感染呢 也是效果是很肯定的 其实现在有没有这种疫苗啊 有没有啊 这种疫苗 有 肯定有 而且是非常先进的 它可以就是流感失去感菌疫苗 它一般目前不是单独的一个疫苗 它是一种联合疫苗 那联合疫苗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联合疫苗呢 应该讲它是一个新型的一个产物 当然最早的联合疫苗 我们讲呢 白白铺 就是白核 白日克 铺山峰 这个三联疫苗 那在50年代就已经产生了 那当时呢 当时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先进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能一 接种一次可以预防三种疾病 包括白核 白日克 或铺山峰 那当然现在除了这个三联疫苗以外 还有更加先进的五联疫苗 所以这个疫苗呢 实际上也是很成熟的 在欧美的国家呢 也已经用了十年以上的了 联合疫苗有些什么优势在那 那联合疫苗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呢 就是一次接种呢 可以预防五种疾病 比如说它可以预防流感 少许感经引起的感染 可以预防白核 白日克 铺山峰 以及积水灰色炎 五种疾病 去各大正快医院 都有得注射的 是吗 一般的疫苗呢 现在呢注射呢 是不在医院 医院不负责注射疫苗 是在防疫栅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CDC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看自己的手臂 到发现你们是否有些中痘痘痘 是呀 有啊 我们很想问一下李教授 就是说我们小朋友 总共要打多少剂疫苗呢 每次接种疫苗 BB受罪、家长受累 究竟BB要打多少剂疫苗呢 哪种情况不适合接种疫苗呢 65岁以上的老人容易得肺炎 生活中应该怎样预防呢 有哪些饮食那么忌呢 下一节回来 专家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走开 广州人爱医院白日快孕计划起动 夫妻同志一人免费 道人爱怀孕快 四个二、四个九 凤十骨病 筋骨疼痛 神虚腰酸 皮胃虚寒 红毛药酒 每日两答 药酒治病 选红毛 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 中华老字号 美来真美十分 亚洲专业注射医师团队 注射除皱 肌肤紧致年轻 无创塑型 重塑完美五官 美来大无创 美丽欲见未来 美来医学美容 吃什么呀这么开心 她是吃开心了 我就得泡啊等啊 推荐你们新胎子 一分钟起笑 这边冻得这么快 应该更容易洗吧 一分钟都见笑了 这边有点东西都很干净 一分钟起笑 太自洁净就一步 美来大无创 美丽欲见未来 美来医学美容 选战通宜兴 明虎爆川辉 4月28到5月2号 九五天 月秀中路 宝贝城五楼 保镜展馆 自杀大师明虎 见面直销会 命运电话 4007882633 一步到位 大销真假过滤 一步到位 拥有定级自杀 一步到位 底价收藏 4月28至5月2日 自杀明虎 面对面 早到早抢先 要想新头号 这次要趁早 广州仁爱医院 百日快运计划 提供 夫妻同志 一人免费 道仁爱 怀孕快 四个二 四个九 不错 就一口 就一口 就一口啊 康生跑 痰酸菜牛肉面 32道公里秘质 地道川味 不是酸上 康生跑痰更爽 康生跑痰酸菜牛肉面 你现在收睇的是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2014广州综合频道 资略同盟 梁茶领导社 加多宝 我们小朋友 总共要打多少剂疫苗呢 一般来说 两岁之前 要打三十次次 左右的一个疫苗 所以在一岁之前 知乎小朋友 每两周左右 就要打一次疫苗 因为有的疫苗 接种一次 还不够 有的疫苗要接种三次 四次 比如说我们讲的就是 一干疫苗 那至少要接种三次 所以说是 三十多种 那加起来这个次数 不止三十几次了 那你介绍一下 其实每两周接种一次 那它的疫苗 平定起来 差不多每两周要接种一次 分哪几种啊 那种率就很多了 就是我们讲的 白日科 铺山峰 继续慧色盐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流感 乙肝 甲肝 等等 可以预防肺结核的 知识疫苗都有 据我所知呢 就那个疫苗啊 分为一类疫苗 和二类疫苗 那么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它是不是跟进出口有关系呢 是不是说 比如说有一些是进口的 一些疫苗种啊 所以 所以就分为一类 和二类呢 一类疫苗 或二类疫苗呢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医学的分立 它是一个这个行政管理上面的分立 那一类疫苗呢 目前呢在我们国家呢 基本上是免费的 要求都要打的 那当然二类疫苗呢 它要求自费的 但一类疫苗或二类疫苗呢 它并不是说是二类疫苗是进口的 二类疫苗 负责用大一点 都不是这个概念 这是二类疫苗呢 相对的来说呢 就是可能价格贵一点 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 这精致条件 精致状况呢 还不能承受 那么大的一个精致压力 所以说呢 这个把它归为二类疫苗 当然如果是有条件的 家里面精致条件允许的 小朋友的身体状况允许的 这种二类疫苗呢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一类疫苗 二类疫苗并不是 它是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 精致条件发展的状况 以及这个疫苗的供应的情况 当然如果我们国家 如果是精致条件 精致发展 像目前这样快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精致条件充实了 另外呢 这个疫苗生产呢 也是很丰富的 可以大量的供应的了 那很多二类疫苗呢 完全可以转换成一类疫苗 那我想问下呢 在哪一种情况 是不适宜打这些疫苗的呢 那最主要的 不适合打疫苗的就是 看看小孩子有没有发烧 很多发热性的疾病 在发烧的时间 比如我们前面谈了很多的 比如说感冒了 它有低烧了 这种情况下呢 是不应该注射疫苗的 一定要等它感冒好了 发烧剃了 才可以打疫苗 第二个要注意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疫苗里边 有添加一些辅助的成分 如果是这个小朋友 是个过敏体质的 甚至第一 我们疫苗里边的成分 有过敏的 那是不能打这个疫苗的 所以这两个呢要注意 所以说打疫苗之前呢 我们的这个父母呢 一定和这个医生呢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 另外还要签出 知情同意书嘛 所以就是我们父母呢 应该强细的看这个 知情同意书 是不是这个小朋友 在这个年龄段 在这个时间 目前的状况 适不适合打疫苗 另外呢 要和医生呢 还要沟通好 如是那个医生汇报 小孩目前的饮食精神状况 以及呢 这个小孩有没有早产啊 有没有这个产生的延长啊 这些呢 都是要跟医生讲清楚的 父母呢 自己呢 也要搞清楚 这个疫苗呢 有可能会出现了哪些的反应 我们打这么多疫苗针 就是这些疫苗针 可以补我们健康多久时间呢 我们打疫苗的目的 我们叫做主动免疫 就是让肢体自己呢 产生抵抗疾病的这个抗体 那很多抗体呢 它都是也是有寿命的 有半衰期的 它就是隔了一段时间 这个抗体如果没有了 那我们就要补充追加了 所以一干疫苗 打三次以后 过几年 一车一干抗体 又是阴性了 那又要追加打了 所以很多不同的疾病呢 就是在这个整个医生的过程中呢 可能根据他的这个情况 要打很多次的都有 嗯 没错了 所以呢 其实根据究竟有没有效呢 我想定期体检 很有必要的 是啊 那当然还有了 除了定期体检之外呢 就是爸爸妈妈对于疫苗 这个接种的知识 真是要 好像刚才李教授所说 要了解一些必要的知识 如果不是吧 你BB究竟有没有需要要打 你都不清楚 那就真是麻烦 那当然了 除了刚才我们谈了BB要注意的 打中疫苗的一些方法之外 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健康大学人体问题的环节 可以说呢 刚才就说到这个打疫苗 那如果万一老人家没有打疫苗 那但是他又得了这个肺炎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立刻通过一条短片 你看看 司徒的妈妈因为流感导致肺炎 好在及早送丸治疗 如果不是就有生命危险 经过几天的绝丸治疗 妈妈终于可以出院 来,坐近一点… 医生说,你未免得了 记得准备吃药 我不管,一天三次 与医生的粮食 喝一口水 那先休息一下 谢谢 司徒担心妈妈的肺炎 会呈现给刚有的妻子 那你有了,会否传染给你 整家人一起在一间屋 会否用传染 听说,那些醋可以拾菌 草?不行,老公 不理了,先买回来煲 这么多话 于是,立刻买了一支白醋 在家里煲醋 希望利用醋 来将肺炎菌全部杀死 请问肺炎会否传染呢 肺炎能不能传染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所有我们讲的肺炎 都是,一般来说就是 所谓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肺炎 有弑菌,有病毒,有寄生虫 这是多颗引起肺炎 当然一般的普通弑菌引起的肺炎 比如说大烟性肺炎,肺炎囚菌引起的 这种传染性还是很低的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人 本身也带有这种肺炎囚菌 所以为什么不感染呢? 因为我们抵抗力好 所以说一般来说 正常的抵抗力好的 不会传染上这种普通的肺炎 普通的大烟性肺炎 但是你说病毒性肺炎 流感肺炎,SARS也是一种肺炎 那这种传染性就很强了 肯定会传染的 所以说也不能笼统地说是 肺炎传不传染 那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什么病原体引起的肺炎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视菌病毒的这个区别 第二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熏醋能不能预防流感也好 肺炎也好,感冒也好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误区 我们讲的熏醋 它第一,SARS,SARS,SARS病毒的 有效的成分就是醋酸 实际上我们包挥乏的 处理的这个成分 这个浓度 远远不能达到SARS,SARS,SARS 和病毒的效果 反过来你这个熏的满屋的 酸酸的这个味道 它的呼吸道反而有一个刺激的 不良的一个刺激作用 所以说我们也不主张 用熏醋来预防流感啊 感冒啊 或者是预防肺炎啊 因为这个熏醋 这个空气中这个醋酸的浓度 远远达不到SARS,SARS,SARS病毒的这个效果 听说这个坊间传闻呢 就说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呢 是大别容易得肺炎的 而且得了之后呢 诶,分分钟可能危及生命 很危险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 肺炎是老年人的朋友 那为什么说呢 就是他和老年人形影不理 不断的纠缠老人 也就是说明老人呢 65岁以上老人很容易得肺炎 得了肺炎以后 常常病情要相对比较重 比较复杂 医疗的效果 医疗的代价更高 这个是因为老年人抵抗力低 第二个就是老年人 常常喝病有其他的疾病 包括我们前面冠性病啊 糖尿病啊 肾功能的不好啊 心功能的不好啊 以及这个脑血管的不好啊 这样呢就是他得了肺炎以后 可能引起其他的这个疾病的加重 所以说老年人得了肺炎 更加严重 我们青年人得了肺炎 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很快好 但是老年人得了肺炎 病情往往比较重 比较复杂 这个成本也高很多 那么除了老人 这个人群容易得肺炎呢 那还有其他哪些人群 会不会说那些 常常吃烟啊 或者是常常在马路上面 会作业的一些人群 它会比较容易得肺炎呢 是 尤其是经常抽烟的 经常抽烟 它往往到了老人 老人家老年的时候呢 会合并我们叫做慢阻肺 也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那这样的病人呢 他本身呼吸道的抵抗力度很低 会更容易得肺炎 当然你刚才也提到的 如果说是空气不好 环境不好的 那也容易 在知识环境状况下呢 也容易得肺炎 因为有人提出来 这个可能涉及到 一个PM2.5的情况了 也有人提出来 这个PM2.5 这个维力 它可能含有弑菌病毒 那我们吸入这样的颗粒呢 如果肢体抵抗力下降的情况下呢 就可能引致肺炎 好了 那如果是得了肺炎 我们在生活上 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那大家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就可以看看我们下一条片 看过回来我们再讨论的 好 去片 司徒妈妈担心自己的肺炎 还未完全康复 平时基本不敢出门 而且为了令自己的病情 加快康复 趁媳妇日后不在家 司徒妈妈在医生叮嘱用药的情况下 加煲中药来饮 而司徒也希望妈妈早日康复 于是每日用雪梨炖猪肺给妈妈喝 猪肺雪梨汤 来 好吃的 来 请问以上方式 可不可以令毒肺炎早日康复呢 雪梨也好 猪肺也好 但也有的人条件 可能穿背 摆毛巾 这些就是作为一种 养生保健的情况下 还是合适的 当然你拿的来医病 那还是远远的不够的 当然你说是在恢复 其实基本上恢复了 我包一点白毛根的汤 或者是作为平时 养生调理预防 可以适当的白毛根啊 穿背啊 雪梨啊 猪肺啊 这是所谓清肺润肺的食物 可以适当地进食一点 对我们养生保健是一个帮助的 但是不能拿它来治疗疾病 嗯 没错了 大家要清楚分开这些这样的情况 当然了 要问一问就是 万一真是一个肺炎的病人 那他在这个饮食上面 其实有没有一些 应该要注意和避忌的地方 不能吃的是燥热的东西 煎炸的东西 那很多里边说 广州人这一方面很会做的 什么皮蛋瘦肉足啊 鱼片足啊 这是面啊 这是等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包一点 好像讲的白毛根啊 包一点就是穿背啊 雪梨 包猪肺啊 这是呢 对这个养生保健啊 对肺炎的康复吃呢 是有好处的 总体上呢 就是要求这个时候的饮食 容易清淡一点 容易消化 容易吸收 又丰富 有营养的 包括我们的麦片啊 牛奶啊 这些都可以十大进食 对了 你想拥有健康的身体 美好的人生 就请继续关注我们 健康100分节目 没错了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纷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咳嗽不是病 但是咳嗽背后 可能隐藏着严重的疾病 下个星期 我们将会邀请中华医学院 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蔡少希教授 来告诉我们 如何根据咳嗽的声音 时间长短等方面 去判断 患了哪种肺部疾病 以及如何令我们的肺部 变得更加健康 精彩内容 不容错过